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然最近有一些不太開心的事 其實中秋節應該是很開心的 人月兩團圓 但我因為工作 連追約的時間都沒有 跟我朋友一起吃飯 當然他一定是 有些不開心 他就覺得 為什麼永遠他是做 老三的呢 為什麼不可以放在第一位呢 我都開始 發覺我自己可能也是 因為我入行61年 我永遠都是放在我的事 放在第一位 很多時候一想起做事 我就忘記所有的事 在這方面可能都提醒一下我 他們說你年紀大 應該要找多些時間給自己 我會去認真考慮那件事 都認同他說法 不過很奇怪 我的性格就是 我對於我的事 太投入太有興趣 那本來 現在說休息的 但是很多朋友一邀請 譬如去美加 本來說去一個地方 突然間四五個地方 邀請我去做 那我女兒就說 媽媽你怎麼做到這麼多 東岸非西岸 西岸非北岸 嘩 但是如果她感覺 其實都是為你著想 是不是都有點想 還是會 我都覺得她有點對的 那 因為自己 看了 充分了頭腦 沒有什麼尊重她 這個是 應該要尊重一下 為她著想一下 我這樣說 她已經很開心 哈哈哈哈 是啊 她說第一次出口 或者是會不會帶她去 大家多點時間相處 不愛的 她都有她的工作 她不喜歡的 跟我拿化妝相 不喜歡的 如果只是兩個人旅行 她就很開心 跟子女一起都很開心 她就很開心 感谢观看